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谁啊 最近日头有点大 我想买几点草帽 你有毛病啊你 买草帽去市场上买去 大姐 你烦不烦哪 大姐 我 我就是想找 这间屋子以前的屋主 这房子的屋主早就搬走了 搬去哪里了 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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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报告将军阁下 关于那个女囚逃跑的事件 只是一个孤立事件 它不影响这个岛的安全 希望这个事件 是一起孤立的事件 你还是把它交给仙美队处理吧 是 报告 报告 进来 之前混蛋医生不是告诉我 他们可以挽救你的眼睛吗 点语察 没事 就算我只有一只眼睛 我也能为天皇陛下战斗道 最后一刻 有你这样的属下 我感到非常自和 纵火的事情 我负有责任 关于纵火这件事 我已经查得很明白了 这是一次意外事件 你要记住 你还要跟我肩并肩 去完成重要的任务 是 虽然要加快联络 但是注意隐蔽 我们的对手是毒便人 少有不慎就会被他查去 来 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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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次留给囚犯们 一个终日亲善的影响 有什么能比组织一场足球赛 更合适的呢 队长 您是想让我们的囚犯 和我们的士兵一样 在操场上玩啤酒吗 不是像卫兵一样玩啤酒 是这些囚犯 和我们的卫兵一起 举办一场足球友谊比赛 大家听好 我说的是足球友谊比赛 队长 我认为这个时候不太合适 这可是战争时期 让一群囚犯在 踢球 这 不成了一场闹剧了吗 不会是闹剧 举办这场足球赛的主要目的 就是给国际记者团留下一个 终日亲善的印象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 这场足球赛绝不亚于 取得一场战役的胜利 对着 在座的诸位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总觉得这样的话 会对我们有不利的因素啊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月亮岛 现在的安保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鱼缸 它是透明的 鱼儿可以自在地有来有去 但是 我们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现在我宣布 月亮岛足球友谊比赛 正式开始筹备 是 领摆零 领摆零 屠夫来了 傅殿一长好 各位走 是 你 快一点 快 走 快 屠夫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家伙回来了 以后大家小心点吧 我送 下了一字眼 更像乌龟喽 你说刘爷回不回不回不来了 废话 大人能回来了 是是 我错了 我错了 刘墨洋 我教你为什么不答应 报告福殿一查 我是零八零号 我没有名字 零八零就是刘墨洋 你以为 我现在生一只眼睛 就会认错人吗 福殿一查 我来月亮岛之前 是叫刘墨洋 但是我到了月亮岛之后 我就不配有名字了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把刘墨洋这个名字 告诉了点狱长 我觉得你最近的表现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零八零号 我问的不是数字 是你的名字 小人不配有名字 只配有编号 你不想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报告点狱长 副点狱长 不让我们记住自己的名字 现在问你话的不是副点狱长 是我 除非你想刻意地隐瞒 否则你必须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是 报告点狱长 零八零号的名字 叫刘墨洋 刘墨洋 好 我将会在月亮岛实验报告上 采用你的真名 刘墨洋 报告副点狱长是这样的 我不是想把名字告诉点狱长 是点狱长命令我说的 我没办法 不认识 这件事我不追究 你看着我的眼睛 这一支 是不是你干的 副点医生 您对我恩重如山 我怎么可能对您下黑手呢 好 你可以把这话烂在肚子里 可是我告诉你 别看雅子死了 我就没有目击证人 我一定会找到这个丑丑 一旦找到 我一定会捏死他 对 如果我知道谁是凶手 我一定向您报告 把他捏死 听着 我现在一只眼睛 会比十只眼睛更凶残 你千万别招惹我 是 跟我走 是 是 小小 被屠夫带走快两个时辰了 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是 凶得其少了吧 无论刘兄出什么事 章鱼计划 都不能停止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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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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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渡边人要组织足球赛 他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 他别又是在发什么鬼坑吧 我看这个渡边人不像屠夫 还真把我们当够人呢 小野忠 你别做梦了 别看那渡边人表面上笑眯眯的 他可比那恶鬼的叶天雄夫 还阴毒十倍 他要组织足球队 一定是别有用心 不管这次渡边人有什么目的 咱们呀 都要积极为何 说不定是咱们的机会 对呀 他要组织老公足球队 那正好各个坚区的界限都打破了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展开全面联络 还真傻 咱正常没机会呢 他渡边人就给咱提供了这个机会 是 我就在想 您说这个渡边人 别再是咱们这活了吧 对了 这次你要好好利用这个当队长的机会 在挑选队员的时候 尽可能要选用我那些骨干属下 能接机直接向他们传递计划 我那些兄弟啊 可都等着召唤他们呢 对对对 然后让那些骨干在他们的间局发展联络 这样一来 咱们的队伍很快就能扩大起来了 我感觉 脏鱼离大海越来越近了 岛上的条件具备以后 就看岛外的配合了 阿卿 就看你的了 舅 靖妹 到了 慢点 你们呢就先在这儿凑合一段日子 回头我给你们送一些必须东西 谢谢 这晚呢 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 添什么麻烦 咱一家人不说两下话 我先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你们先收拾 好 你们先去 这 kommun资出去 网 中级 把拾出去 没有 对 吗 没有 冲孤 冲孤 左扇 说不 三七三 到 零七八 到 零五九 到 点到的都出去 四七七号 到 零零五号 到 走吧 我已经决定 投球比赛 将在下一个星期进行 你们代表劳工 应该好好地训练 跟我们的卫兵 举行一场非常精彩的 足球比赛 来体现终日的亲善 拜托了 兄弟们 章鱼计划已经接近行动了 咱们都是分散在各个监区的骨干 现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展开全面联络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分成两组开始训练 好 开始训练 这一场 明明知道是他打伤了您的眼睛 为什么还不把他活埋了 我是怕让渡边人知道 那场大火的真相 我们杀几个中国人 难道他还要处罚我们吗 可这件事 抹黑了他最看重的实验成果 这才是我不敢声张的原因 可翻过这个零白零行 实在是 又是我大日本武士的尊严 这口气我死也咽不下去 让我尽您报仇 他打伤了您的一只眼睛 我就先断他一条腿 再找机会干一条腿 好 这件事就拜托了 一定要谨慎处理 我说几句啊 丁哥这两天的训练 大家的成绩我看还是不错的 不管从技术上还是从体力上 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离我们的友谊比赛 已经没有几天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预言 我希望大家提出一场 精彩好看的比赛 尤其是老宫队 你们不要拘束 放开手脚 你们听清楚了吗 想怎么听就怎么听 来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我吹上 你们开球 我吹上你 那么无事 我要找你 我 Panda 就行 你 但你还真没想 我你 你还真没想见 我说什么 好 我哪里 传球 怎么样 怎么样 干凶你 踢球让踢人 说什么呢 你干什么 我不踢了 不踢了 起来 起来 太军 没事 没事啊 我没事 我们接着踢啊 接着踢 接着踢 没事 没事啊 没事 接着踢 接着踢 来 接着踢 看着 看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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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踢 接着踢 这里 你 好 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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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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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天 比赛结束 来 来 怎么样 怎么样 杨兄没事 我没事 没事吧 没事 叶天君 今天永天君的行为 是阁下受益的吧 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队长 不就是一个敌国的囚犯 还需要用什么理由跟你解释吗 打一场架 甚至杀一个人 你都可以不用跟我解释 但是 关于纵火呢 因为纵火而导致工厂受损失 导致物资生产的停滞 这件事情你给我一个解释吧 不是 队长 谁说我故意纵火的 你别以为我渡边人看不出来 你那只眼睛是怎么下的 你想封锁工厂出口 烧死一百多名老公 你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为什么 你是打算给我渡边人抹黑 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不止给我抹黑 你是抹黑大本营计划 你是在给天皇陛下抹黑 你是帝国的武士 你该知道这种行为应该欺负此杀 殿狱长 请你饶恕我 请你饶恕我 我承认 这次事件是我一手策划的 我做这一切绝没有想给你抹黑 我制造这个时段 只想让这个零八零赶快死掉 为什么是零八零 你是觉得 我对零八零太信任了吗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信任一个中国的囚犯 我只是在利用他 让他为我们的计划服务 这点你看不出来 还算一个定规君人吗 殿长 你知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怕 怕鸟卫将军他知道了 这个零八零就是刘墨阳 这是为什么 这个零八零 刚上到不久 鸟卫将军突然来电话告诉我 要查一个叫刘墨阳的人 我给他回答的是 盗杀无此人 可是我把没想到 在您的报告上 我才发现这个零八零就是刘墨阳 所以属下 怕事情败露 那时鸟卫将军一定会怪罪我 我想在被鸟卫将军发现之前 让他消失 叶天君 你自称是屠夫 可我看你就是一坨蠢猪 鸟卫将军 会因为一个中国人 而问自一位在战场上 立家赫赫战功的天皇勇士吗 你要为将军实在逢场作戏 他不会敌我不分的 我 我是蠢猪 我真是蠢猪 对着 属下知道错了 从现在开始属下一定坚弓不够 你现在需要摒弃前嫌 以我精诚合作 否则要自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是 对着 请相信我 从今以后 我叶天一定听您的一切安排 刘兄 这是过的什么节啊 明天啊 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我知道了 原来他举办足球赛 是为了给天皇庆寿 这帮王八蛋 这次的机会啊千载难逢 你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联络各监区的骨干 好 我们继续啊 听清楚了 明天是我们大日本天皇的生日 当上要举行隆重的清禾仪式 殿余长命令 明天天空一天 所有人都从这里挑选一套衣服 换下你们身上的穷服 若有不从者 试图凡人分子 换三天金兵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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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啊 走啊 大姐 鬼子天皇生日 咱们可关禁闭也不能参加 对 我还盼着鬼子天皇早死呢 绝不为魔鬼作手 姐妹们 咱们的行动计划叫做章鱼 明天的庆祝活动 也许对咱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啥好机会 我正宠没法知道苏静妹子的生死 和章鱼计划的进展呢 明天正好趁机和男同胞们联络一下 大姐 你是咱们的主心骨 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对 我们呀都听大姐的 听大姐的 听大姐的 姐妹们 咱们是女人 谁不想漂亮啊 可咱多久没穿过漂亮衣服了 快来快来 大家都选件漂亮的 选件和身的 来来来来来 都来选 来 来半点啊 这点 来 你的 你穿这件 明天就是我们 日本天皇陛下的生日 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 送给天皇陛下 是 来 来 来 よし 去吧 你 去吧 把鸡放给他们 你们听着 这里虽然没有了原先的节雷攻势 但是有一道红线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越过这道红线 如果有人 膳自越过这道红线 我们的机枪手将会 把他打成膳子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买起 dy beste 完成 速换 都对 回站 快 快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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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现在开始 劳工队先发球 准备 请 请 叫大伙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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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大人 对不起 传过来 苏京妹子有消息了吗 苏京已经成功逃出了坏 太好了 有章鱼计划决体行动的时间吗 端午节那天行动 到时候会理应外合 接着 你 你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阿平 快过来 阿平 脱下劳工服 换上漂亮的旗袍 看着这些男人们在踢球 阿平仿佛回到了往日的生活 她产生了一种幻觉 好像看见了母亲在召唤她 来妈妈这儿 阿平 快过来呀 来呀 快过来阿平 快过来 孩子 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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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平